边境解封后 国内第一场旅展人潮爆满 尤其是东南亚的行程 询问度非常的高 不过现在买到不一定赚到 因为部分国家还有签证费用的问题 上市泰国目前的签证费要1200元 越南则是要找邀请或是担保的机构 申请入境许可 旅行社代办的话 费用高达了1万元 另外最近有民众发现了 明年从韩国仁川机场 飞回台湾的航班被取消了 对此华航表示 是因为旅运上需求要调整 将协助旅客 转签到其他的航班 旅展促销 东南亚行程下沙 2万有找 但可不是买到就赚到 还要留意各国签证规定 边南还是需要一些签证的费用 稍微高一点 那所以在很多客人询问之后 有一些比较退却 但是在泰国跟菲律宾 还有马来西亚的部分 相对的有需要签证 也不需要签证的 那也比较亲民 询问度非常高 以泰国来说 现阶段要透过泰国经济贸易办事处 申请签证费用一千两百元 想要免签预估得等到明年第二季 或是最早过年前 有机会上路 而越南则是要透过邀请 或担保的机构 申请入境许可 旅行社代办费用高达一万元 虽然有消息传出 越南将演艺新的对台开放政策 但目前仍没有时间表 至于台湾人也很爱的韩国 已经在11月开放免签 不过现在却传出华航取消 部分韩国人穿飞台北的航班 根据民众反应 从明年1月到3月 都有航班被取消 华航表示是因为旅运需求调整 将协助旅客迁转 而韩国人穿机场方面表示 在疫情期间都没有删减人力 已经做好准备迎接旅客 一号旅游逐步复苏 但部分签证机票可能还有异动 行前规划得有心理准备 记者在黄明胜日台报道